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害怕这个结果 没说到我粉丝上 说我的粉丝叫什么 叫豆腐丝 他的意思说你的粉丝都是女的 你这样讲人家会心里不悦 会遭致攻击的 而他又把你的话理解成 他是白鹅逃过来的 后代 没事 我半夜打电话给他们解释 然后徐老师 今天咱们共同关心的问题 因为李京三连的记者 也关心教育问题 这两天出事了 我还没记 没记 没错 我跟你讲 幸灾乐祸 所以有时候脏水泼到我身上 我完全能接受 因为我觉得要不不符合因果报应 整天说人家 最近好像还蒙瘦不白 没有 白得很 最近他们已经刚才跟我说了 说你最近很郁闷 所以本来 我今天见到你 本来想主动问你的 然后我一听 我就没敢再问你 既然你是不是要主动说了 你觉得我像郁闷吗 我高兴得很 那个 说说你们的事 你们教授的事 这两天出什么事 中国政法大学 有个叫杨帆的教授 这我可不敢瞎说了 人家就是稿子上都这么写的 确实徐老师引起我们一个问题 就说你们大学老师在课堂上上课 学生来不来听 能不能有权利强迫学生听 等等这些事 其实我确实不清楚 你看这个个案讲的就是什么 这个杨帆老师 他上的课叫生态经济与中国人口环境 杨帆我好像还挺有名的 我看到经常接受一些采访 谈中国的经济问题 好像还比较有名 学生应该爱去听他的课 但是为什么 240个人报名的 听这个课的 结果那天 有101个人交完卷子就走了 或者说听了几分钟就走了 就走了 杨帆来了之后 先讲了一阵课 就不少学生就走了 然后停下来扫尸了一下 人数很少 大大不够 然后就开始骂 就说他这个老师开始骂 说这些学生不像话 把论文教了就想走 没道德欺骗老师 他表示没在的学生全部都要挂课 挂课 就是不及格 这个你难道不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这是内地的语言 然后叫斐楼 这个不知道 然后他就接着讲课 这个时候 在这个街八 就街梯教室 那个八教室门口 聚集了二三十个选修 这个课的学生 有人踢门是吧 有人敲门 后来他这个老师就不开门 然后就外面就有人踢门 然后那些人要来上课的 就进不来 是吧 对 他老师把门锁了 到此为止 好像进来的就算数 没进来就不算数 然后就据报道 杨老师打开门 开始破口大骂 说谁提的门 你给我站出来 扰乱课堂 混蛋 畜生 给我站出来 数老鼠的 他就说数年来了 然后 这时候骂完了锁上了门 然后开始教育学生 就说不要这样的学生 合起伙来跟老师捣乱 我这人脾气大 你别把我给惹脑了 这个时候主要问题就是传出来的 就是说有一个女生背着书包 从教室后边一路走到门口 杨帆说我还没讲完呢 你干嘛要出去 然后这女生我发现挺猛的 说老师你上课讲这些 你不觉得无聊吗 徐老师有没有学生敢这么冒犯你 要是说你才无聊呢 你叫什么名字 这女生说我又没选你的课 杨帆说滚出去 这女生说干嘛要滚呢 我好好走出去 就推推嗓嗓 一场戏剧 对 说他不尊重老师 说要带他去保卫处 就在这个推嗓扭打过程中 据说这个女生就踢了杨帆击脚 杨帆就怒不可遏 你就先动手 反正就推推嗓嗓呗 但是这女的年轻点 伸手灵活 巴巴踢了两脚 最后好像就把保卫处就就就就来了 这事一下子就就闹开了 一般来说呢 上课效果好的老师呢 他他不大发愁 学生来的很多 所以他也不点名 那么在我们那边呢 上课效果不太好的老师 就注意啊 他不一定是差的老师 但他上课效果不太好的老师呢 因为学生的出席率低呢 使他会没面子 所以呢有些老师呢 他就也不点名 或者说他虚点 然后说他点下去 他点个学生的名字吧 明明这个学生没到 他旁边的同学替他印 其实老师心里也明白 老师心里明白 所以呢 一课堂做的一半人吧 点出来四分之三都到了 就自己骗自己 大学里面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香港的大学里面 老师几乎是铁饭碗 很差的老师 你没有办法让他们走 你明白没有 你没有办法 但这是跟我们好像理解的 香港大学好像不太一样 香港大学是非常社会主义的 是铁饭碗的 是除非你犯特别大 就像这种事情就麻烦了 这种事情如果调查出来 你有跟学生有互殴 而且你不是自卫 如果你有体 肢体上伤害学生 那这个在香港就一定开除了 那在在香港呢 如果说在香港不会发生这种事 骂学生都不可能出现 但是你说这个老师讲的 有没有他的道理 他这杨老师就说 我的课是选修课 选了就得来上 我不考试 但是我考勤 然后他说 这事上我不仅没责任 而且还有巨大贡献 要不是我这个脾气 那学生就占了上风 他看来他是感慨于 现在师道尊严 只不存 说这现在学校都成什么了 学生给老师打分 老师得讨好学生 他有他的分开 虽然是有这样的情况 学生给老师打分 真的有老师讨好学生 尤其是你知道现在 什么样的情况 有些老师上课学生很少 上课学生少 少到一定程度 他的课就要被取消 所以有些老师 他为了挽留学生 所以他就给学生高分数 你明白 就是说他就知道 大家学生都知道 你上谁的课 你就能拿A 这个我刚想说 在上某些名师的课 你的成绩好不了 因为大课 他这个成绩叫on curve 就是说他有比例 A不能超过20% B不能超过40% 也就是说你有40% 30%一定是C的 可是你要是上一个 八个人的课 你不会拿到C 因为各个都认识 老师最后他不受这个限制 所以八个人里面有六个A 可是我觉得要相信学生 学生虽然 学生跟我们说 他们虽然知道 什么老师的课 可以拿到高分 可是私下 他们还是觉得 以上什么老师的课为荣 你不相信你去北大问问看 他明明有几个老师 分给的很严的 可他们私下都说 你想你替学生想想 一辈子只有几个 21岁22岁 我千辛万口到了这样的大学 我父母背着背包箱下送你来 对不对 或者花了钱来 谁愿意在这里浪费时间 开玩笑 不是你交的差 我谁愿意走啊 真的 你得相信学生 你得相信学生 长远的看 学生 我觉得主要的问题 有很多老师的 你知道我们前些年 有些老师 你先等一下 我想问问 因为他也是名牌大学的 你对徐老师这看法 你怎么看 不是 这个事件你知道 我第一个想起什么 想起我们看那个小说 《围城》 我想 你不点名学生少之后 你这个课程就被取消了 如果被取消呢 就影响你在这个学校的位置 你的心计可能一系列的考评 当然这是我演绎的 但是然后后来那个结果 就是方宏剑后来就开始点名了 就是《围城》里的这个小说 都是人情世故 说明从大学那个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就这个制度 可能是一直延习到现在 还是这样的 有些呢是普遍现象 有些呢是近年来的这个商业化 这个教育的 我问你 我问你徐老师 要是这女生是上你的课 天上天上拿这么不给面子 走了 甚至还说老师你讲无聊 他不会来讲我无聊 我不会去管他走啊 我的上课你学生爱走就走 你爱睡觉睡觉 我觉得那心理上够摧毁的也是 就是好像眼瞅人 一个一个往外走 但你老师自己想想你在教什么 为什么人家会这样 我自己我是老师 你站在老师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学生当然是有 是有你们讲的情况都有 打麻将啊 打通宵早上来上课的时候 还在想电邮的事情啊 没睡觉 直接从电邮厂赶过来上课 这种原有 黄志平最近就跟我抱怨 他就有学生是这样 都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总觉得 以推以时间 学生开始会这样 但时间稍久一些 学生之间互相 大家也要面子 也讲口碑 那一个学校里边 有些老师真的让他学到东西的话 他们就算分数拿了低 他们也不抱怨 他们还是来听的 我觉得学生也有双面性啊 我觉得我像文涛从电视书过来 也肯定有同感 就一方面呢 他也着急拿学分 因为对学生来说 他有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目标 他必须拿学分 他毕业 这是一个很现实 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学知识 所以我觉得 比如说在我当学的时候 大家也会传言哪个老师的课好过 所以你赶紧把这个学分拿了 对 赶紧把这个学分拿到 但是呢 像那校师说的 但是你内心呢 不一定尊敬这位老师 但是我觉得 即使不尊敬他 你可能还会去上他的课 去拿这个学分 这就像毕业了以后 毕业了以后 到了社会上 你知道做有些事情 没意义 可是好赚钱 可是另外有些事情 他有意义赚不到钱 那学生 一个正常的人 他一定做一个平衡 少数人才是只做那些 没意义赚钱的事情 还有很多人会 我做了这些 我赚了这些钱了 我还留下一点我的生命 来做一些 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这种选择 大学里有 毕业以后有 人生都会有 问题是就说 我有时候想 这个各个学科的教育 他恐怕也不是听相声 你说好听 好听 他有些可能 不是 不是为了好听 我刚才讲的这个听课 也不是说 你讲笑话 或你讲的浅 他就来听 这个是恶性循环 反过来我想讲 现在大学里边 现在全中国的历史系 大量减少 每个大学都开影视系 主持人系开很多 这是为了吸收学生 李湘都是教授的 对啊 对啊 所以这些呢 就是大学为了商业化 就魅俗啊 对 就是照顾你们学生的兴趣 让你们听个乐子 上课就示范 放个段子之类 我们主持人就俗吧 拿我们主持人开门课 就魅俗了吗 当然是 这我们得承认吧 表面上魅俗 实际上还是 我觉得还是一个 商业化的一个考虑 但是你想 真的好大学 真的里边好名师 在上课 听得人 那样北大很多课 你一开讲座 两个小时前就在这里站位置 为什么 未必吧 许老师 我觉得那个 你看好老师的标准是什么 有的老师就是他自己的修养很高 但是他也不一定能表达出来 我想这也 但是这些是特例 也不一定是特例 大部分 大部分 许老师像你这样的老师也是有限的 你我当年的上大学 我就记得 哎呀大家都去听一个老师的课 我这是我们叫李静一老师 他当时我就发现这个讲课呀 和这个做学问呢 真是两门艺术 对 因为他讲课 我们为什么喜欢听啊 因为他那么生情并茂 他特别投入 而且能一段一段的朗诵 背诵啊 这个中国的古诗词 欣赏这个美 他特别投入 所以呢哎呦那就是坐窗户上 大家都听 但是呢 另一个老师 你不能说他讲的内容不重要 但是他大概非常冷 就是这么讲 甚至有的他口才不一定很好 他照着讲一讲 内容是很扎实的 可是未必有那么强的感染力 那么这要分几个层面来讲 你如果说是大学你是老师嘛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上好课是你的责任 就是说你像周作人这样也行啊 周作人据说讲课人家全走掉了 他就在那里读啊 他是大学者 他学问非常好 那我们不否认周作人的价值 但是你要在大学里这样上课 那学生真的是受不了吗 你明白吗 当然现在假如周作人来讲课 学生就凭名气 怎么样也得在那里熬着听的 越听不懂 人家越来听的 我估计那个反日愤青们会把他砸了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最近它主要引起什么呢 就师生关系 因为一向以来 就现在什么老师把学生卖 卖哪卖银去了 这种事 大学生啊 什么把学生踹一边 大家把这些事联系到一块 就说现在的这个大学校园啊 师生之间是什么关系 那比我我就记得 我我们当年就同学 这个另一个系同学 就碰见过那么一个老师 就说以为为人师表吗 都是很斯文的吗 其实也有那个性格比较豪放的 你像我们当年算八五级吗 他们就说他们那个系 有一个老师一上课 你只要一讲话 他那个说话那个粗啊 是是你想象不到 你知道就是说 你讲一讲话 投的不太 F一大堆 对就是妈了个茬的八五级 妈了个茬的八五级 再说话再说话 真有这样的教授 当年是不是没有你们 那个给老师打分的那个制度 有的话他就被开除了 还有的就是说什么的 哎呀什么事都有 就说那个老师要考试了 然后呢 大家都不知道题 于是找一个漂亮的女同学 到老师家里去做客 然后回来就把题要回来了 然后说这漂亮女同学 问他也没干什么过分的事 就我们老师其实很多时候胆很小的 回来就问这女同学 那老师家干什么了 没什么 就跳迪斯科 跳迪斯科那时候跟老师家在问 跳迪斯科 就把题给套起来了 最近你 不要诋毁母校名声啊 不不不 那是另一个大学的 那不是我们大学的 不是 你最近好像还打听一个什么新闻呢 不是我打听的 是我看到的一个新闻 我觉得也比较火爆啊 那个介绍给香港来的那个大学老师 徐老师听 说是中山大学 有一个是博士生导师好像是 他带的那个 那个学科 你还帮我记得吗 微生物 微生物的学科 带了很多学生 那就有一个学生呢 在网上发帖子说 忍受不了这个老师的虐待 这个虐待可能有两层 一个是精神上的压力 一个是 的确是肉体上的 这个 这个好像是对他进行了 搅达全踢啊 这种的 对他就对学生不满的话 他会说用语言上来 先是来辱骂 然后来羞辱 之后比如说对一些男生 可能不满意的话 他都忍不住 可能也是飞脚去踹两下 然后这个帖子发射之后呢 就是这个 大家会觉得很好玩 很多人都跟着 跟着好像中山大学 就开始了调查 那调查结果说 这个事情大部分属实 好像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有一部分 可能那个查无实据 对吧 夸大 但有一部分是 说 那传说 就说一教授 我发现真够狠的 说训一个女学生 女研究生 给训晕了 还能给训晕了 晚上可能不让 就是都没有回宿舍 可能是不是 玩骂的太狠了 对 骂太狠了 在海外的那 这一投诉的话 这老师也就惨了 多数就是会被解约 如果不诉诸于法律的话 就这种是很惨的 你就对学生 要千万小心 再倒过来 在海外 简直是倒过来的 就老师看到学生 是非常非常 在这方面要特别 特别小心的 是吗 特别特别小心 你比如说 他们就说现在 这种关系 你看 我发现很多 研究生 说起自己老师 都叫老板 对 我老板 很多钱是靠他来的 对 很多 老板和 大项目 大项目 实际上那个老板的 他那个名声很大 实际上他不参与 具体的这种操作 他的作用 只是来拉项目 另外一件事情 更妙了 上海较大吧 我讲错了 有一个 香港有个人 就揭发他们是抄袭 一篇很重要的论文 发表在国际杂志上 一个教授 跟他的一个学生联名的 结果抄出来 百分之九十几的成分 都是抄袭 那就是一个很大的丑闻了 结果学校的处理意见 你知道吗 这个教授呢 就没什么太大的处理 就好像是 停代研究生 什么什么 那个学生呢 就处理得很重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 文章是学生写的 老师只是挂名而已 老师只是挂名 所以犯了罪 老师也没有太多名声 但是反过来 如果这个论文获了奖 那老师跟着 获了奖 那那荣誉是老师得的 对 你去看一个书 随随随主编 你去仔细看后面的 那个导演或者后继啊 他才告诉你 第一第二章是谁写 第四第五章 谁写 最后那个 那个主编呢 就写了一个导演 就这种 让荣誉的都是他的 因为他有效应嘛 他越来越什么什么都 所以说师到尊严之不存啊 也得看看这个师 他本人做的怎么样 对对 学校的制度 那这些一部分是人性的 根深蒂固的弱点 海外都有 一部分是中国这两年 这个教育产业化催出来的 这个教育产业化 逼得大家拼命赚钱 拼命收声 其他项目 你知道有老师啊 中国我认识的老师啊 带一百个博士啊 啊 这么高差 带一百个博士 一个水不良山 给他带出来了 你想想 我现在这几个博士生 还有十几个大学生的论文 已经搞得我是 他们一到办公室来 我得拿出他的那个提高 才能想起他的具体的 一百个博士 当然他不是同一年 因为一个硕士的话 论文就要三万字 你想要二十个 这六十万字 你毕业化怎么看得了呢 对 你怎么这么清楚这些事啊 你是什么事啊 私下里谈 我给你 私下里谈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说高校好像最近你关心毛鱼士呢 对 是因为这样最近毛鱼士 被骂得很厉害 他对学费有一个新的说法 他就说要提高大学的学费 但是呢 很多人只看了上半截 就开始骂他 说他替夫人说话 我是觉得挺替毛老名不平的 其实他被冤枉了 他有他其中这个提议的话 有他的一个含义 他上半截是说了提高大学学费 下半截说了什么呢 就是把提高的这部分收入呢 分配给那些低收入的一些 所谓穷人 让提高这个奖学金和助学金的 这个比例 让穷人上得起大学 他的观点是说 现在的大学 就是学费太低 那么富人搭了穷人的便车 所以他说认为这个 在大学只有10%到20%的穷人上得起大学 那么如果把这一部分 这个多收的学费 分配给那个资源 配给这些穷人的话 那穷人上大学的比例会提高 像现在北大清凡的学费是多少 这我也不太清楚 什么 艺术类可能会最高吧 我听你模模糊糊的说 一年5000块钱的 不值 肯定不值5000块钱 香港的一年的学费是几万块 几万港币 在美国的私立大学是几万美金 假如他真的能够提高学费 然后把征收部分 用来给学生的奖学金 根据你学生的家庭背景 来给你奖学金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方案 但是执行上会有很多困难 执行 好多人批评这个毛鱼士 就是说你这个话大而无当 就是说你说的是那么回事 可是真的把这个 这个提高学费收上来的钱 如何分配到贫困学生当中 这里头的毛腻就多了 你如何能够保证这个机制是公正的 有效的 我是觉得这个毛老师 所以现在就是成为这个焦点 大家骂他骂的这么多 其实背面还是反映了 大家对这个高校的 这个一个是教育制度不满 另外对这个教育资源配置的 不公平的一种看法的 他很有强烈的反感 但是呢不幸的呢 这个因为毛鱼士说了这样一句话 大家没有还没有明白 他的深意是什么 就使他成了一个靶子 我是觉得这样挺圆放的 现在就是说我真的 我有时候看后边那个跟帖啊 我常常想问一句 我说你是真的吗 你看懂他 你是真关心这个问题吗 至少其中一些人 我觉得你也甭跟他讨论 他并不是真的 他只是他为了骂大街 他发现他可能生活不太满意 对吧 你像这个毛鱼士这个 我挺感兴趣的 就是你刚才讲的学生腐败 他讲 他说你们都骂我呀 他说 他说我是讲究什么呢 为穷人办事 为富人说话 你要打倒富人 这个事是不好的 对吧 但是他说现在有些人是干什么呢 为富人办事 为穷人说话 为穷人说话 可能赢得这个舆论上的支持 两红肠好了 就是嘴巴里显得 讲左派的话 屁股坐在右派的肩上 这个你们现在学者 也有一些是这样的 表面上去 其实为那个穷人说话 还能赢得一些穴头 也还能赢得自己 实际上 是不是被打 руш言 更是游看